说实在的 网友们对于体育界尔尖尬 对不起 对不起 毕竟对比某些明星网红没啥贡献 就能拿到天价代言来说 运动员就不一样了 他们好歹是替国出征 是实打实地为祖国拿到了荣誉 让他们恰点犯 大家不光乐见其成 还愿意为其买单 可怎么到全红产的身上 网友们就突然不买账了呢 不仅如此 评论区还骂声一片 太丑了 精神小妹 这是全红衫 11月17日 短视频平台被一条国家女子跳水队的走秀视频给刷屏了 说是时尚大片 但在众多网友看来 堪比土味视频 让人倍感尴尬 视频中 奥运冠军全红衫和陈玉希上半身穿着白色T恤 外套一件淡蓝色的小香风马甲 下半身则是灰蓝色牛仔裤搭配小白鞋 两人目视前面 脸色略带严肃地走着台步 他们瞧着并没有半分的不适应 可看到时尚大片的网友们却是久久无法平静 谁也没有想到奥运冠军碰上所谓的时尚 适配性竟然能达到全无的程度 甚至赛场上气场强大的奥运冠军一秒变成 土到掉渣的精神小妹 有网友便表示 他们是真的不适合小香风的衣服 也有网友出言调侃 全红蝉以前只是会跳水 穿上这件衣服后 感觉还多了一门才艺 唱山歌 有人吐槽全红蝉穿出来的效果 也有人怀疑这个服装品牌的审美 还有网友犀利地吐槽 要不对这个服装品牌使用法律武器吧 都快把体育劲儿的形象给毁了 而且这个公司的摄影师 造型师和导演也应该统统给换了 不仅从上到下都没有任何的审美可言 从里到外还都彰显着凑合的工作态度 从当天拍摄时尚大片的花絮来看 把自己打扮的时尚的造型师 不过是简单地摆弄了全红蝉和其他运动员的头发 压根就称不上造型二字 至于拍摄的选景和过程 更是能用就行 白色背景板不大不小 上面标注着跳水队合作伙伴和品牌logo 可拍摄时不仅没有起到背景板的作用 甚至还显得特别突兀 在另一张群像的大片里 背景板好不容易占据了整个画面 但运动员脚下的积水 以及黑色的枯枝烂叶或泥土 这时画面看起来有些脏兮兮的 在另一张全红蝉和陈玉希的合照里 两人面前的草坪更是凌乱不堪 不仅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整 更是连枯叶、杂草都懒得收拾 一组时尚大片匆匆忙忙拍完了 品牌方似乎连后期剪辑都省了 没有经过调色 就把灰片直接放了出来 就算引来一片吐槽深厚 品牌方修改了其中一组照片的滤镜 可效果依旧让人一言难尽 按道理来说 能够请得起国家对运动员代言的品牌 拍摄时尚大片不应该是这个水准 最起码也不应该是凑合 这个服装品牌居然如此不以为然 到底是什么来头 网友们一顿深巴 却发现这家公司成立的时间相当的短 2022年10月 这家公司正式完成注册 注册资本为200万 2023年3月份公司一军突起 成为了跳水队的服装合作品牌 成立不过五个月的时间 它就能和国家队合作 究竟有什么实力 这家公司号称坚持尖端简约的产品设计 追求极简 急奢与质感 只不过 急奢的价格带来的 却是急奢的销量 不管是大几百的裤子 还是上千元的皮衣 销量几乎都是瞩目的零 无人知道销量少数 也难怪会被网友怀疑是关系户 面对网友们的怀疑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曾解释 虽然公司成立不久 却从另一家几十年老品牌的子公司 资质已经足够了 他还坦言 和国家跳水队合作就是为了流量 对于想要流量的心思 大多数网友都能够理解的 但让人理解不了的是 既然把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都请来 就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给全红禅 陈玉希等件们 做好合适的造型 挑选合适的服装搭配 而不是往他们的身上堆砌产品 就万事大吉了 连拍摄场地 后期制作都丝毫地不上心 这样的敷衍态度 真的能做起一个品牌 他是不仅做不起 还连累的运动员毁了形象 连累的全红禅被网友们吐槽 其实就像网友们所说的 整件事情就不是全红禅能说的算的 何必喷它呢 所以回头来看 这就是莫非又是资本炒作完流量的好手段 如果真是这样 那大家都被带偏了 其幕后也达到了效果 那么你如何看待 欢迎评论区讨论 请后选择 有点 随便 知道 思 déb 有点 程 徻山